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不是凯米还在继续增强呢 确实这强烈台风凯米 它可能是时隔8年来再登陆的台湾台风的强台等级 上一个是2016年的尼泊特台风 大家可想而知 当时尼泊特台风在登陆南台湾的时候 造成了相当大的死伤以及经济上面的损失 而这一次这个强度台风 它持续的往台湾方向靠近 现在它的强度已经来到的风速 每秒53公尺 相当于它的近中心风速就已经有16级了 但是当它靠近的过程当中 像是它的中心登陆到宜兰花莲一带的时候 它的强度都还有可能再增强 所以墙台的下限不是它的最终 还有可能在接近的时候 强度还会再更猛烈一点点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的 当然还是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因为毕竟它就是登陆地所在的位置 所以风雨雨是最先感受到的 它是属于一个摇滚区 而它现在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靠近台湾的时候 因为受到了地形的影响 所以会有些曲折 甚至会走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这会导致它影响的时间因此而脱长 目前是说它影响台湾的时间 可能在中心的部分是在今天的深夜 而预计出海的时间则是在明天的上半天 但即便它出海了之后 对于整个东半部地区虽然雨是会稍微缓和 但是西半部地区依旧有可能会带来大雨 甚至超大豪雨以上的强降雨 我们带大家来看累积雨量图 目前雨最多的地方是在宜兰的山区 像是在太平山 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440多毫米 但是要注意这个数字 它变动得非常的大 因为它每一个小时都是70毫米 70毫米在增长 所以在下个小时你看 可能就已经突破到500毫米以上了 而另外在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也是有可能会来到大豪雨以上的强降雨 但是中南部地区 雨真的要下真的要比较明显 可能真的要落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 甚至明天的一整天 中南部地区甚至不排除它的累积雨量 有可能会超过300毫米以上 请大家尽可能的避免前往山区 而且迹象局长郑明点也在脸书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风雨不只是台风的强风奏雨 还有连整个季风槽都会跟着北台 这是什么意思 轩童 好 确实这个台风非常的大 而且不止这个台风 其实在台湾的整个大环境里头 台湾就属在它的一个东侧 所以大地压带本来就非常的不稳定 这也正因如此 它强度不止很强 同时它的螺旋雨带也非常的宽 光它自己本身其实半径 就已经来到了250公里 我们可以看到在南边这边 其实巴士海峡上面有非常强的风雨雨 持续的往北台 所以以致它外围环流很强 在南部地区的雨 即便还没有过山 台风中心还没有过山 它的风墙宇宙的情况已经在出现了 而另外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迹象局长郑明点 他有曾经提过 就是这一个全岛需要警戒的 就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里头 完全的往北台 所以影响的区域 就是在整个台湾的区域这里 是风雨最为剧烈的 所以不止它靠近的位置 甚至现在它有可能 路径会稍微的往南 所以导致花莲的风雨雨 也会明显的增强 再来台风外围 也是相当强的风环流带 刚刚提到了在南海这里 其实南海一直延伸到巴士海峡 甚至到太平洋的西侧这里 都是非常强的雷雨带区 所以当它北台的时候 影响到的首当其冲 当然可能会是南部地区 除了它风眼墙所在的位置 再来就是在它的南辕向线这里头 你需要特别的留意 以及要注意的 就是当台风过山了之后 它会呈现一个西北风 而在西北风部分 还有在巴比伦台风所 剩下的残余的水汽 也会跟着西南风所送上来 所以这里刚好就是一个符合区 中南部地区的平地 可能会来到豪雨 到大豪雨以上的强度 而在山区的部分 则是有可能来到超大豪雨 刚刚有提到超大豪雨 动辄有可能预累机雨量 就突破300到500毫米以上 所以要提醒 除了避免前往到山区之外 其实海边的浪高也非常的强 现在观测到的 已经最高来到了5.4米之多 而且史欧轩同刚特别提醒 整个开米台风带来外围环流 也会夹带这个季风草的风势雨势 所以因此今天在高雄 已经传出了不幸的死亡消息了 在凤山有露树倒塌 压倒了70岁的女骑士 而救护人员到现场时 非常不幸 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已经紧急送医抢救了 详情交给记者杨立芬 监视器拍下当时正下着雨 富人骑车快要到路口的时候 这时路边的行道树突然倒塌 正好不偏不倚的砸中了富人 后面两部汽车紧急煞住了 差一点就撞上树干 警消货报抵达之后 富人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午的时间 而这个时候高雄的风雨 正逐渐的增强 一名70岁的富人中午12点多 骑着机车沿凤山区的建国路 一段行驶 结果就被倒塌的路速给砸中了 现在是生命垂危 现场可看到倒塌的路速 整个连泥土拔起 树根吃土非常的浅 倒了之后整个横跨在路面 富人送医还在抢救当中 而路速倒塌 究竟是有没有人为的疏失 还是天然灾害警方正在厘清 台风天外出 骑车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好 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时间越接近晚上 风雨会越明显 赶快回家防台 而先同中南部山区的 雨量预测会来到1800 那么北部也有1300毫米 这意味着是不是危险系数相当高呢 好 确实没有错 但是新话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总雨量的预测呢 目前气象鼠是说四天 这个四天是包含了昨天 一直到礼拜五这四天 但是呢 其实中南部地区影响的时间 可不是只有这短短的四天 甚至可能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 还有礼拜日 所以目前中南部的山区 虽然预估它有可能会来到 1300到1800 但实际上你观测到的总体雨量 可能会来到2000毫米以上 大家可想一下 当时呢 这个莫纳克风灾的时候 在整个阿里山的累积雨量 五天也是突破了3000毫米 相当的惊人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外围环流很大 刚刚说它的暴风半径有多宽呢 其实来到了250公里 而它实际暴风圈的半径 也有90公里 目前风势和雨势都很强 那我们先来看的是风势的部分 你可以注意到现在观测到的风势的部分 在蓝宇其实已经测得了 11级以上的阵风 另外在东北部地区也不排除 在下午之后会增强到9到12级 东半部地区的沿海 也有可能会来到11到12级 但是现在又再度的上修 也不排除在东半部的沿海 有机会来到14级 而这样子的强阵风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当然是风浪会变得非常的大 除了长浪之外 同时它的浪高标得非常高 刚刚说在宜兰南澳这里 已经测得了5.4米的浪高 但是不排除 有可能会飙到6米以上 当这个台风靠近的时候 甚至当它更近的时候 甚至在东北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5.6到10米以上的浪高 接近这台风也眼强的位置 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尽可能的避免前往到海边 也不要去做观浪的动作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总累积雨量 目前上看是1800毫米 到礼拜五之前 而在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山区 同样是不容小区 也有1300毫米 但山区的雨量 因为它其实达到非常低的警戒值 它就有可能会有山崩落石 等等的状况 而且山路这几天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区域的地震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提醒大家 在山区前往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 又或者在那边的民众 要尽可能的远离危险的地带 好 我们谢谢宣童的提醒 现在凯米已经成为了强台 暴风半径250公里 全台都在笼罩范围 山区中南部的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的朋友 都要多多留意了 不过我们的记者 实际到了宜兰的外澳车站附近 还是有民众来观浪 差一点被飞起来的招牌砸到了 详情交给记者何冠仪 好 我们时间越晚 宜兰这边的风雨 是越来越大的 我们现在人位置是在外澳这个地方 也就是外澳车站旁边的一个观景台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外面那些海浪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是打起了大概 有好几公尺高的大浪 这是相当的危险 目前我们在附近观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些观浪的民众来到这个现场 主要是因为刚刚其实确实是有 蛮多的车辆从这边经过 特地开进来 想要看一下外面海浪的情况 不过大部分人他们其实没有下车 因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 还在持续这强当中 而且风雨是越来越大 不过稍早其实也有两名男子 他们一次也是来这个观浪的民众 撑着伞就下车了 当时甚至连这个伞 几乎都快撑不住 快要被吹爆了 不过我们刚刚其实有亲眼看到 一个非常惊险的一幕 就是有块冲浪板 他是因为这个突然的强震风飞了起来 差点就砸到了其中一名观浪的男子 这块冲浪板 目前是已经被飞到了另外一边 他原本是在另外一个 这个楼梯的左边 这边有一个放招牌的地方 一次就是因为强风太强了 直接把它吹起来 甚至还砸到了旁边这个楼梯的边边 这个地方 差点就打到了其中一名男子了 那么也提醒大家 其实这时间越晚 我们这个风雨还会再持续增强 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方来观浪 否则真的是相当的危险 而凯米台风习台在花莲也掀起了相当高的巨浪 最新的情况我们交给记者刘婷婷 好了 所有关注 我们也持续掌握强台 凯米对局台湾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莲的新城海堤 可以感受到 这个雨势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它是斜打在记者的脸上 然后可以看到 不仅是雨势越来越增强 风势风力也是明显增强的 所以可以看到 西藏署目前也是预测 这个近中心的风力 其实达到12 13 而这个阵风让来要15级 那另外就是浪高了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卷起了猛浪 这个浪高达到9到10公尺 而且可以看到 在这里掀起的猛浪 其实它正是越过了 这个小波块到这个海堤上面 那其实时不时都会可以看到 有些海巡人员还是持续了 在这个海堤边来做这个巡逻 因为其实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因为好奇所以想要来观浪 但是警官朋友 其实这样子的行为 真的是非常不OK 因为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除了对于这个海边 可以看到感受到非常明显的 这个风浪之外 还有这个雨势之外 另外一个警戒 就是在花莲的山区 我们在这里有收到 不少的一些国家级警报 包括像是这个花莲的国副礼 它就有收到黄色警戒 由于是因为土石流的关系 另外花莲县政府也有针对62条的 土石流浅世西也是发布了黄色警戒 当然可以看到我们稍早其实有到这个山区里面来 去做这个采访工作 可以看到很多其实都已经撤村的状况之下 它这个土石流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石泥水 其实是从上面冲刷下来的 可以看到泥水真的是相当的湍急 所以也是提醒观朋友 因为其实今天全台现实有不少地方 都是提办领课的状况之下 所以也是提醒 真的没事不要出门了 以下说你想后续提醒 好 我们现在听停航外场的同仁 请你要注意安全 还有要看到的是桃园竹尾渔港的 雨势不断 加上阵风 人真的很难站得稳 而不少民众还是到海边去观浪 详情交给记者黏晨轩 好 持续那一万新墙台凯米 对桃园竹尾渔港的最新的营党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竹尾渔港的旁边 那现在这个海浪全浪高 已经达到了3.9米 是非常的高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一层一层的 一直勇打上来 这个海面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那其实稍早的话 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民众 还特别来到旁边来观浪 那我们来听稍早的访问 我觉得还是要赶快先上 因为在这种风浪之后 大概人不会下去 可是大概会被破的全身都失掉吧 而且这种天气在这边也蛮危险的 所以你看我站立下我就想走啦 好 可以看到这雨势跟风势是一起 加上来是非常的大事连眼睛 现在真的已经也非常的难睁开 因为现在这个最大风速 已经来到了九级正方 而且这个雨势也是间谍性的 雨势也是非常的强大 那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海浪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层一层的 也盖过一度要盖过这个骚拨块 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 有感受到这个台风海里的威胁 已经进步步进逼了 那后方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也有树枝也都是已经倒塌 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台风 威力真的是非常强大 而再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新北市三峡山区的安坑里 武寮里还有嘉天里 发布了土石流的黄色警戒 而强烈的大雨呢 让山壁变成了瀑布 而且武寮河也暴涨了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李洁 开明台风已经从中台变成墙台 直辅台湾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在 新北市三峡的山区 可以看到山区道路大雨不断 这个山壁这个水直接就像是 小瀑布一样的不断的 从上而下的流下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水量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仔细看 它其实这水一路流过大马路之外 旁边的这个溪水 真的是相当的湍急 可以看到我们一路走过来 这个溪水这个夹杂大量的泥沙 一路从上流到下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可以仔细看旁边 其实还有一处民宅 就怕这个大雨 其实会造成严重的灾情 我们在稍早呢 其实进入这个山区道路的时候 就接联络 收到了山峰的警戒简讯 也包括了在新北市三峡的 安坑 武寮还有嘉天里 这三个里呢 都有可能会有发生土石流 因此呢 其实在稍早呢 其实有接到山峰简讯 就是要提醒大家 这边已经是土石流的黄色警戒了 所以如果进入到山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自身安全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地方 从昨天晚上直到今天白天 大雨是不断的下下来 虽然是一阵一阵 但是累积雨量也是相当惊人 包括在有目国小 以及武寮国小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天安国小 其实累积雨量也是相当的多 那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其实这个地方 包括山壁 其实就像是小瀑布 整个溪流 其实相当的湍急 建议观众朋友 如果有放假在家 就待在家里就好 希望不要出来 以免遭受危险 甚至把自己身陷危机 好 我们谢谢李杰 目前三峡部分的山区 已经发布了土石流警告 而刚刚稍早公路总局也宣布 受到强台凯敏影响 台十四届 南丰村 雾设 春阳到庐山 还有屯元台十四甲县路段 翠峰到松雪楼 今天下午六点 开始会预警性的封闭 请行进的民众 要特别留意路况讯息了 而再来新竹的雨势 也相当的明显 尖石乡 五丰乡 出现了零星的落石 还有宜兰也吹起了强风 平交道的栅栏跟路数 都受到影响 详情交给记者 蓝亭颖 路面上出现了 好多大大小小的落石 这里是在新竹 尖石太冈部落 要往养老部落 大约4.1公里处的位置 由于目前凯米台风 对于新竹的威胁 越来越大 山区也出现了 零星落石的情况 而部落民众 下山就已受阻 在五丰乡的雨势 也是越来越明显 另外在宜兰 则是因为强风的关系 行人走在路上撑伞 伞都被直接吹断 另外有路数 还有平交道的栅栏 也不敌强风 提醒大家 台风影响越来越大 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刚刚看到是 尖石湘还有部分的地区 都出现了 这下雨落石的情况 而现在在花莲的七星潭 受到台风的正面冲击 所以已经掀起了 6到7公分的巨浪了 好 凯米台风来袭 我们目前是前往新竹山区 可以看到的这个雨势 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目前在这里就是 尖石湘的一新村 那么因为他们这里 就是这个土石流的警戒区 所以说现在就是警察是 逐一逐步要请他们撤离到 这个灾民的避难所 好 可以看到他们现在 都是已经是不断的 在整理行李了 马上来问一下 想请问一下 就是等一下准备要撤离了 就是了 对对 准备了什么东西过去 棉被还有衣服那些 所以我们就是要盖 这边是很长 可能会有土石油或腌水 每一年都有 都会撤离这样 每一年 每一年 这一次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很大的一次 这个太大了 这个比较大 就是这个居民是表示说 因为这个台风 真的是来势汹汹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 不得不测的状况了 好 那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带了一些棉被 还有必需品 因为等一下就要前往 这个教会的这个避难所了 好 那么目前掌握到消息 就是在尖石厢有七个村子 要做预防性的撤离 就是期盼说 居民可以得到更好的安全庇护 而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台南地区 发布了超大豪雨的警报 所以驻地的远警还有区公所人员 都趁着现在风势雨势还小 预防性紧急撤离山区的民众 详情交给记者卢品浩 远警与区公所人员 趁着雨伞穿着雨衣 手拿名册到山区关心住户状况 远趁着雨势还没很大的时候 把居民都带离住处 来 来 招车 招车 拜托一下 谢谢 民众一个接着一个上警车 不过是因为台风逼近 强降雨可能会引起土石流或山崩 远警与区公所人员预防性撤离山区民众 目前南西造星弯丘密支归丹地区 总共撤离70人 六甲大丘里5人 南化区域山里与东山山区的远警 也马不停蹄地协助民众安全下山 中央气象署在早上10点半发布 台南山区有局部大豪雨与超大豪雨 特别要注意摊放落石及山洪爆发的情况发生 而南化区的野稀有余之前会泛滥 引发土石流已经先行排水 观众朋友最新消息 星光三月宣布 除了台北桃园9间分店 全日暂停营业之外 在台南高雄4间分店也宣布 今天下午4点半会暂停营业 还有台中的中港店跟嘉义的垂洋店 在今天下午5点开始也会暂停营业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 不过今天早上在台中风势与市 相对来说比较小 但也是停班停客 各大百货跟美式卖场正常营业 由于很多民众发现 其实居家附近的店家都没开 为了寻找能够用餐的地方 都涌进了百货的美食街 导致周边大塞车 详情交给记者罗一新 好 台南市在昨天晚上 就已经宣布停班停客了 不过这些地方没有停 继续营业 是哪里呢 就是台中的百货公司 而周边的道路也因此塞车 因为台中是24号一早 其实风雨还不算强 不过各大百货 像是星光大圆百 广山搜狗 还有中油百货 利宝奥雷茂 都宣布是正常营业 所以涌进了非常多的人潮 要去逛百货公司 不过这个周边交通 也有发生的行车纠纷 不只周边交通塞车 在百货公司美食街 也是挤满了满满的人潮 大家排队等餐厅要用餐 人潮的盛况 就像是周年庆一样 我拍了多久 大概半小时 因为没有东西吃 然后Uber一车叫不到 今天找这个安排好了 就是刚好 周园姐说 今天要放台风架 比平常都还要走 而不只百货公司 美食大卖场 今天也是照常营业 采买的人潮也是相当多 趁着台风架 而且风雨也没有很强的情况下 民众抓紧时间 好好利用这个 不可多得的放假时机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越晚风雨会越强 外出要注意安全 以上最新消息 而开密台风的风雨 入夜会越来越明显 但昨天晚上得知到 今天放台风架之后 KTV立刻被订满了 而抢在下午一点开门营业 民众也劝风雨 还不明显的时候 稍微来唱歌散心 详情交给记者沈诗柔 好的 开密台风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 已经达到了墙台的等级 而在昨天宣布停班停课之后 就有不少民众到了网站 想要来订KTV的包厢 现在来到现场也可以看到 有不少民众都是想要来唱歌的 让我们来听听稍早访问 今天原本是上班 然后因为台风架的关系 所以来唱歌 六七点就结束了吧 对 不会太晚回家 他们是因为台风天刚好约我 他们台风天放假 刚好约我 因为我今天本来就放假 对啊 六点半吧 因为我觉得再晚一点 应该回不了家 好的 可以听到刚刚民众说 他其实是被朋友揪来唱歌的 晚间六点左右 就会提前离开现场 而KTV业者他们也透露 在晚间八点过后 才会有空的包厢 不过越晚风雨可能会越大 也要提醒民众 非必要千万不要出门 要出门也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而这次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 迎来第一个可能登陆的台风 因此赖清德今天到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也提醒国人朋友 晚上就是风雨最大的时候 地方政府的台风架 也要放到晚上 而台北上蒋湾也不敢答应 一早坐镇在指挥中心 但是明天台北放不放假 蒋湾还说八点公布 这台风架总统没能放 上任后第一个台风 赖总统特别取消 视察汉光演习 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台风发生的时候 雨量最大的时候刚好是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所以我希望 我们这个放假 应该有办法晚上 因为晚上也有上课 晚上也有上班 所以这一点留意一下 总统亲上火线紧颠 不过前总统蔡英文第二任期 期间有1471天 台湾无台风登陆记录 赖政府才上任短短两个月 就遇到凯米台风清台 自然不敢大意 卓奎一取消原定行程 陪同总统作证指挥 凯米台风移速变慢 路径接近2009年 巴巴风灾的莫拉克台风 对北市影响 接近2015年苏迪勒强台 不止府院严正以待 北市灾变中心一级开设 市场讲万安宣布停班停课 网友一面倒喊帅 敲晚25号 是否还有台风假可放 当然我想最帅的不会是我 最帅的会是 今天还依然必须留守 而且出勤的辛苦的 市府团队晚间8点 会对外宣布 隔天是否停班课 明天是否放假 晚间8点揭晓 中央到地方 把防台警戒拉到最高 TVB的新闻会员 陈廷台片长报道 而南投仁爱 也高度警戒台风的灾情 而过去台风当中 被土石流淹没的 最悲情加油站 也装了铁卷门 而公所也紧急到山上 来撤离居民 希望最后不要动用到直升机 来救灾疏散人员 而海边也要防台 渔民朋友 紧急固定船只 也防止海水倒灌 台风又来了 最悲情的加油站 戚风苦雨 加油站人员忧心忡忡 因为这里速度被土石流淹没 很怕噩梦重演 去年8月 抗露台风淹没加油站 土石堆到天花板 员工急忙逃难 事隔一年 担心旧事重演 加装铁卷门 希望要是真有灾情 能把土石挡在办公室外面 位在台14线71公里 仁爱南风村的加油站 附近没有第二家 临近地区的民众就靠他 台风天 山上不安全 公所撤离居民与游客 大部分民众主动撤离 也有人是被劝下山 目前卢山地区 马赫坡有十多人到高处避难 温泉区有两名业者留守 公所表示 经济协助安置居民 准备战备粮 慢性疾病患者孕妇也撤下山 希望平安度过台风来袭 不只山上担心台风 海边也一样要防台 彰化无纳杠 渔民把船只固定绑好 用保利笼防撞 台风时间当作休息保养 最担心台风走之后回南风 吹得船只乱撞毁损 王贡渔港也沿防海水倒灌 美食街全面休息躲台风 TBS新闻 前教会陈志忠 张崇敏综合报导 两个人这样伴侣出去 女生就很喜欢逛药妆店 没有必要每一家都去吧 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家都一样 每一家都一样 每一家都一样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日本